大家好我是旭哥不肯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優攻略 哪只是鬥鬥遊俠 那旭哥來分享這個史上最多組的禮包 像隱藏版的學校還有這個版本最強的T0神角 最神的陣容都可以免費拿 像這個最新的禮包有活動 參加的話可以拿到鑽石 然後轉蛋券 大量的轉蛋券還有這個紅裝 紅神裝可以免費拿 那轉蛋券一樣每天有很多抽這樣 所以可以抽到爽 那一樣這邊有隱藏版的一些序號然後福利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Discord專屬禮包嘛 這邊也可以拿一下 所以史上最多組的只要參加這個Discord 就可以拿到這個隱藏版的福利 禮包這邊鑽石啊轉蛋券啊金幣 那FB也有隱藏版的序號 一樣參加活動 這邊有轉蛋券扭蛋 然後大量的鑽石 還有這個紅神裝還有五星角 好再來就是這個隱藏版的序號 也是獨家分享給大家 這XRDD1509 XRDD1509這個是隱藏版的序號 那這個有大量的金幣啊還有轉蛋券 以及這個鑽石 非常多的東西啊 那旭哥還有一組獨家分享給大家 這個GOSTART GOSTART 這個最新的隱藏版旭 然後這個一些隱藏版的福利啊 禮包碼 還有實際兌換教學攻略都在後面 詳細的分享給大家還有最爽的福利 最爽的轉蛋 好進入攻略 Let's go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 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 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許號 獨家最新 拿什麼 打逆蜂 來 請他吃蜂蜜 喔唷 熊來了 這蠻可愛的 我們有近戰遠程法師 金莊啊 看一下 爽 這遊戲 蠻紓壓的感覺 條斷了自己砍 自己砍樹 記得之前玩那個還可以自己砍樹 這種手遊 很Q啊 拿史萊姆拿史萊姆凝膠 剪到一堆鑽石 鑽爆 用凝膠這個橋自己會變出來是不是 笑死 開幹了 這裡一堆菜雞 這個菜雞真的很好清 笑死 還有哥布林 轉身哥布林 最近不是有那個動漫嗎 轉身哥布林 所以演到最後根本就不是哥布林 開幹了 怎麼會變成放置型的玩法 等一下 是不是哪裡搞錯什麼 他前面是ARPG 怎麼BOSS戰變放置型 看這邊還有沒有寶箱可以撿 應該有個隱藏寶箱可以撿 解藥啊 這個嗎 這個算是支線任務嗎 來 金莊啊 爽啊 隱藏寶箱啊 爽翻 好啦 這一關應該這樣結束了 回到城鎮去 是不是 可以掛機了 好可愛喔 這遊戲 這很像之前那個什麼史萊姆養成的風格 不同家公司 來把我們的妹子養一下 弓箭手就是香啊 結果現在變放置型的玩法 等一下 那剛剛那個 ARPG的玩法怎麼不見了 它是混在一起的玩法 要特殊 開戰 放開那個女孩 角色好強喔 好那旭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 最多族的禮巴馬 還有隱藏版的需要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下角一個票券的符號 在畫面右下角 點進來之後呢 它直接可以輸入兌換碼 這個大概是史上最快的 它直接為兌換碼設計一個按鈕 這個旭哥要給他好評啊 不用這邊按來按去耶 這個讚 就直接點畫面右下角那個票券的符號 點進來就可以輸入 這個兌換碼 禮包碼 有沒有爽拿一波鑽石 然後高級招募券 有經典還有金幣 爽拿很多東西 那旭哥再幫大家測試一下有沒有其他可以用的 VIP666看一下 不行啦 看樣子是不OK的 測試看來是不行的 不過反正禮包碼已經拿到 大家跟著旭哥爽贏一波了 那這邊有掛機獎勵 爽衝一波 那之後就是放置型的玩法 大家應該就知道了 那旭哥來分享這遊戲 官方認證T0最神的陣容 最強的首抽陣容 最神的角色陣容 那這些角色非常神啊 光之輪迴 普斯 博法群傷輸出群傷控制 他的大招呢 這個中焉之石群傷控制 可以打出140%的全體輸出 直接打全體 也附加禁止 禁止最多可以到31% 禁止是直接無法行動 而且還會降這個抗暴 超好用 然後呢 有50%的機會 會附加這個傷害降低 還帶這個傷害的debuff 直接讓對方傷害降低 然後 攻擊前呢 還會提高自己的暴擊率20% 還會附帶自己的buff 有debuff 有buff 有全體 然後有控制 超好用 全體輸出 這個蠻省的 接下來是這個遲緩殺城 遲緩殺城是他的被動 傷害提升60% 然後概率增加50% 他的小招 就是普通攻擊對全體目標造成這個 最多60%的傷害 就是普攻會變成全體技這樣 所以他就是一個全體輸出角 算是他的一個小招 有點像被動啦 就是普攻變全體輸出 還不錯用 接下來是時空法則一個被動技 45%的攻擊力buff 然後25%的生命值buff 然後傷害值提高20% 最後是他這個時間回溯 他受到致命傷害的時候 還可以直接復活 超屌的 受到致命傷害值 他最多可以復活 用這個50%的生命上限復活 那每場戰鬥可以一次這樣 而且還會有這個額外的buff 時光之力 他可以提到他的攻擊力15% 然後速度15% 而且無法被清除 直接變成這個死掉之後反而變成更強更猛 然後永久buff 直接在這個 這一場戰鬥裡面呢 無法被清除 超猛 時光之力 這隻真的神啊 好官方認證踢靈最神的陣容 最強的手抽神角 那遊戲的禮包馬 隱藏版的序 序哥實際換給大家看 最爽的福利 轉彈券也可以拿到很多 然後鑽石也可以拿到很多 最爽 好那攻略分享到這邊 那大家記得訂閱序哥的頻道 看序哥手遊攻略 那這個遊戲呢 角色都還蠻可愛的 像這個很像那個 美國隊 那個 欸 什麼 是美國隊長 神力女超人 他就叫戴安娜 戴安娜 長得像神力女超人 好 蠻可愛的手遊 值得玩一下還不錯 序哥就直接分享了 好攻略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頻道 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